子宫恶性肿瘤及全身多处疼痛案例 我叫郭彦琼,47岁 从年轻时就有严重的痛经问题 十几年前子宫长了个小小的肌瘤 医生认为不必处置 自2018年4月开始 数次出现月经出血不止现象 必须刮工治疗,打消炎针及服药 出血才能止住 2020年3月底 有连续出血40多天布置 排出的精血都是腥臭的暗红色大血块 5月10日确诊已转为子宫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诊断报告 医院建议我到肿瘤庄科做进一步治疗 所幸在2019年底曾接触过原始点有所了解 我选择不在医院治疗 于5月22日到原始点工艺中心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一、月经失调、痛经、精血不止 因到不规则出血 精血呈褐色 有大血块且腥臭 二、喉咙痒 肝壳有六年多 三、颈椎肩膀痛 右侧偏上腹部与肚脐两边时常闷痛 两侧腹骨钩24小时持续隐隐作痛 四、体力差 只能走半小时路 五、睡眠质量不佳 常做噩梦 早上起来精神差 六、天气变化 下雨前膝盖会酸痛 原始点调理细节 第一周用干姜片50克 与红参半扎一起熬煮成 浓参姜汤饮用 第二周改为干姜片75克 加红参一扎 第三周开始 改用干姜片100克 加红参一扎 重点温肤下背部 臀部及小腹 在家用红豆袋 外出时 改用暖贴或敷姜泥 晚上睡垫热毯 全天温肤至少20个小时 每天早上用200毫升的姜水 冲洗阴道 晚上分别用5克姜粉灌肠 及灌阴道 根据原始点饮食原则 以温热性食物为主 每日到中心按吞一次 坚持爬楼梯 一步两节 从爬10层楼就累 循序渐进 增加到120层 另外还做拉筋 甩手 散步等运动 约一小时 反复学习原始点理论 观看讲座视频 从中明白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 了解温肤保暖和温热性饮食的重要性 调理过程的改善情况 第一次按推后 腹骨沟疼痛即改善7至8成 调理一周后 身体其他部位疼症减轻5成 调理的第三天来月经 但症状跟往常一样没有改进 我陷入恐惧害怕中 担心地连续失眠树叶 全身的痛症竟比之前更加严重 我的信心开始动摇 幸好志工即时给予鼓励与开导 我调整好心态 努力学习原始点理论 坚定信心 并认真落实每个细节 情况渐渐好转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后 月经再来时 完全没有不适感 血量变小 血色变红 无大血块 腥臭胃减轻许多 经期八天就结束 出血不止的现象完全改善 也不再痛经了 颈椎肩膀右腹上方 肚脐两旁及腹骨沟的痛症 完全解决 喉咙痒 干咳也都好了 膝盖酸痛的毛病也改善了 睡眠质量改进 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好转 感恩张医师研发出原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